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说一部黑帮亲近野心磅礴,未夺权血洗本家满门的超然动作电影《灭门》。 电影一开始,一群黑帮分子在警察的四面包围下走到了绝路,这伙人正是香港黑帮社团同连顺的骨干成员。 他们偷渡到内地,购买制作假钞所用的电子板文件却在返程时被警方截住。 眼看,只要推游可退的他们匆忙劫持住路过的两个大妈一路后射,掩护老大带着货先行撤出。 避免误伤人质,警察们掏出警棍骑骑攻上去,却不想这伙人各个身手凶寒异常,且诸多警察在狭小空间内难以处理,静生生让他们分散逃开。 别看警察们占尽武器优势,人数优势,也只落得被动挨打的倍儿,最后大家却有情无险会合,但却唯独缺了同连顺社长洛祥安。 为原本洛祥安和洛祥父一路奔逃,洛祥父翻上公路前敏感发现对面有埋伏,却没第一时间示警洛祥安,导致洛祥安以及假钞电子文件揭露入警方手中。 黑帮内本就是感情廉价,利益至上,他们不愿冒陷回去解救洛祥安,只说先回香港,再想办法。 不久后,洛祥安被处以枪刑。 这天,洛祥安在刑场上在极度的恐惧中被一枪打死,看待上的妹妹内心毫无波澜,撑伞就走,仿佛看着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动物被宰了。 随后,洛丽萍与随行律师攀谈良久,才面对效益的驱车返程。 之后,同连顺一众高层以及洛老社长的姨太太们齐聚一堂,于是白头哥推举洛祥父当新任社长,最后全票通过。 洛祥父新官上任很是猖狂,为了赶紧分配遗产,他要求洛祥宇今晚赶回来,还要走了象征社长身份的佟顺桓。 而除了这些人,洛家还有一个武功极高的顶级杀手,就是这个脖子上有着大片胎剑的男人洛阿牛,在洛家排行老三,专门帮助洛家处理不听话的对手,但在帮派中并无实选,也无财力。 这天,阿牛回到家,一神秘女杀手却持凶器袭来,伸手矫健招招狠辣,但阿牛也非擅长,拳脚刚进游里,领力逼人,哪怕她赤手共拳也毫不落下风,但阿牛明显未使出全力。 女孩虽手持利器,但也没伤到阿牛一分一毫,这场打斗不像生死搏杀,更像是武术切磋。 几个回合下来,女孩败为,原来,这个女孩叫秃妞妞,是阿牛幼时收留的雅妹,秃妞妞不服输,要向她证明自己的实力,她想变强。 好,变强势吧,阿牛带着秃妞妞来到了一处纷乱之地,这场有地痞流氓出没,适合秃妞妞练熟,转脚正遇上两个小姑娘被地痞欺负,秃妞妞静止走过去,就打算拿这几个地痞当个钱菜,想这种水平的,完全不够秃妞妞塞牙缝的,三两招就全部撂倒,那为首的女地痞还叫嚣,你有种就在这儿等着我叫人来,说完就仓皇逃跑。 好,秃妞妞拿手机打字,示意那两个被欺负的姑娘15分钟后再报警,随后坐在台阶上等那女地痞带人回来,吃了根活腿的功夫,一大部地痞带着铁棍杀了进来,想正餐了。 秃妞妞先战略性撤退,寻找游离地形,很快和地痞们交锋,一边打一边后撤,始终保持不被包围,且敌人在前面,有人从后面包抄,秃妞妞直接翻到车厢顶上,上了一个就踹翻一个,很快地痞大军就全军覆没。 阿牛对秃妞妞的魔鬼训练就这么开始了,在阿牛的训练下,秃妞妞的武功果然突飞,而在阿牛带着妹子起飞的时候,黑帮内部的分钟依次也没有停歇,洛湘宇匆忙赶回来后,姐弟俩坐在一起叙旧,如今帮派局势紧张,洛丽萍也每天精神高度紧绷,洛湘宇答应几天后陪洛丽萍出去逛逛,隔天,帮派会议如期举行,律师宣读遗嘱,洛湘安所有财产,近归洛湘宇和洛丽萍所有,白头 哥愤然离去,洛湘富再次提点了一番洛丽萍,也跟着离开,几天后,洛湘富一行人突然接到电话说,之前炫度遗嘱的律师跳楼自杀了,当场毕命,洛湘富推测,律师应该是死于谋杀,且极有可能和洛湘安的遗产有关,另一边,洛丽萍真心打扮要跟洛湘宇出门,但离一行前洛丽萍又要再换件衣服,就叫洛湘宇去车上等他,洛丽萍回到房间也不知在思索什么,换个衣服磨磨蹭蹭,� 出展巨大的爆炸声,风天盖地,整辆车瞬间被热浪吞噬,看着漫天火喊的洛丽萍撕心裂肺的崩溃大哭,却已无解于世,弟弟死后,洛湘富成为第一嫌疑人,而洛丽萍成为了遗产唯一继承人,刚从杯桶中走出的他剪短头发,浓妆艳魔,召集所有高层,宣读了一份新遗嘱,他死后,他所有遗产都会捐给红十字会,隔天,洛丽萍找上阿牛,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耍起感情牌,出手不是飞机带 是王就是王者,现在还要直接清洗,把帮派重新洗牌,阿牛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但心里已经掀紧惊涛骇浪,某天,光头哥送走了学员们,独自在拳馆晃悠,突文一详,光头哥瞬间警惕起来,他假装收拾东西,从拳击台下抽出两把大刀,借反光一看,赫然一张人脸,光头哥迅速反应,挥刀主动出击,光头哥一手刀刀,领力非常,但阿牛身在矫健,可以守出神入化的腿上功夫,光头哥头部遭受重创,翻身躲上拳击台,阿牛乘胜 光头哥的弱势逐渐明显,屡遭重创,刀刃相接的金属碰撞声,此起彼伏,打到最后,光头哥根本没机会站起来,只得丢盔弃甲而逃,防护归身,不存在的 夜里,光头哥出去潇洒,被姑娘们泼了一身酒,扫兴而归,在地下停车场时,光头哥格外警惕 白头哥掀开衣服,里面赫人,一身防弹衣,顺头哥带着大批人,举着砍刀,从安全通道涌出,一群人举着砍刀,装枪作势,砍空气,是想杀光这位的空气,让阿牛窒息而死吗? 这时,兔妞妞也赶来,迅速加入战局,别赶人是个小姑娘,也是以敌摆的好手,毕竟是阿牛一手训练出来的,对付这些喽啰还是不在话下 每一棍下去都威慑里极强,阿牛目标明确,白头哥屁股尿流跑去寻求支援,于是阿牛和兔妞妞比肩 底下车库里一片混乱,金属碰撞的铿枪声,惨叫声,捕头碎裂声杂乱柔合在一起,此起彼伏,很快喽啰们几乎全被撂倒 白头哥对上阿牛没什么悬念,寸头哥对上兔妞妞,那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 战斗终于结束,阿牛伤势很重,兔妞妞心痛不疑,又听阿牛昏迷中叫喊妈妈,兔妞妞就去请了五姨太过来 阿牛醒后,五姨娘表示自己已经得知了阿牛的所作所为,哭着哀求她不要继续了,但阿牛根本不听,如今帮派动荡,大妹需要她 况且,就因为她是姨太太所生,她已经憋序了一辈子,这次是她的机会 只要再杀了洛祥妞,一切就都结束了,兔妞妞要拦她,但阿牛趋已决,只留两个女人默默抹泪 而兔妞妞出于对阿牛的担心,则一路跟踪,看到阿牛无事才放下心来 可天,洛丽萍说要出去学肚皮舞,就出了门 肚皮舞,和这群飙心大汉学嘛,洛丽萍一跌钞票放在桌上 谁能打赢我,这些钱就是谁的 有人手当其冲站出来,洛丽萍一改平时温团的样子 出手极其歹毒,只打要害,招招致命,很快就将其击杀当场 一出手就是杀招,一拳一脚皆是夺命之势力 很快,室内就横尸遍地,再回到家 洛丽萍又是人处无害的模样,还教起阿牛打羽毛球 一来二去,洛丽萍就把羽毛球打到了屋顶上 阿牛捡下来,没几个来回,羽毛球又被她打上了屋顶 看着洛丽萍无辜的笑脸,阿牛无奈,一个大跳攀上屋檐 下一秒,洛丽萍一个冲刺,稳稳撑在墙上 雷霆出刀,狠狠贯穿,其后心,阿牛死了 夜里,洛丽萍和洛乡父坐在一起,看似和睦 实则暗藏杀机,洛乡父心里堪比明镜 我还没死呢,你就把阿牛杀了,要派谁来杀我呢 你不要含血喷人啊,说话呢,要讲证据啊 你想怎么样,决斗吧,赌命 于是,洛乡父请来了隐退多年的叔父等人做见证 叔父不结,好好的兄妹俩为什么要闹得决斗呢 洛丽萍一口咬定是洛乡父,杀了洛乡羽,洛乡父有口难辨 也懒得再说,决斗吧 洛丽萍率先发起进攻,豌豆一出势如破竹 洛乡父这才发现洛丽萍身藏不落,终于正式起来 洛乡父的攻势也凶寒异常,洛丽萍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必伤及血肉 几个回合下来,洛乡父节节败退,屡遭重创 每一回合下来,洛乡父身上都会多一道刀伤 但他就是不肯认输,连死都是笑着的 洛丽萍终于又把象征权力的洛顺桓拿了回来 洛丽萍回忆起洛乡交代一言时 洛乡说,以前都是社团的,要尽快拿出来给大家 另外他希望洛丽萍远离纷争,去美国和洛乡羽一起生活 并特别交代千万别让洛乡羽回来奔丧 而洛顺桓,本就是让洛丽萍带给洛乡父的 所有这一切,全部都是洛丽萍想独吞同连顺财产和权力的阴谋 吴依泰正烧香拜佛,洛丽萍就到了 一剪刀刺刺吴依泰后,奔赴下一站 七一太正收拾钱财行李准备跑路 洛丽萍突然出现,一刀毙命 常年瘫痪在轮椅上的三一太都站起来 卷包裹六日打击,老太太开着车 就见洛丽萍站在路中央,一击猛踩油门 洛丽萍斜先躲过,攀住车尾爬了上去 他一轴撞破挡风玻璃,一把掐住老太太脖子 车撞停的前一秒,洛丽萍翻身跳下 他将老太太捆在座椅上,要一把火将锡烧死 老太太求饶,我都已经装瘫痪这么多年 早就不参与帮中事务了,对你没有威胁的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 那你刚刚还踩油门,严霸,将车引燃,潇洒离去 身后爆炸声,轰天盖地 熊熊里眼将车辆吞噬殆尽 洛丽萍终于清理掉了一切威胁 本以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却不知道他小瞧了阿牛的实力 这天,大宅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前来复仇的图妞妞 洛丽萍从监控中看到,却丝毫不见慌张 一个小丫头骗子能掀起什么疯了 防他进来,我要亲自解决 图妞这次来,就是来报仇的 他的命是阿牛救杀的,大不了就还给阿牛 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比以往的每一次都有猛凶感 一路杀到了洛丽萍面前 他才刚刚冲上去,就被洛丽萍一脚踹杯 说,谁派你来的 图妞妞是个哑女,无法回答 你不说,我就打到你说为止,说不说 老板,不带这样的呀 洛丽萍的身手已经巅峰造极 一位一,真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他 如果阿牛还活着,大概还能跟他闭刮闭划 至于图妞妞,哼,我看一击 你是哑巴? 就见一个拉环掉了出来 手雷,洛丽萍想要逃跑,被图妞妞一把抓住 保镖疯狂开墙,但图妞妞就是不松手 轰的一声,整个别墅瞬间会被烟灭 一个试图用屠杀笼络权力的人 最终死在了一个小角色手上 但随着爆炸,童年顺百年七夜毁于一旦 洛家人也就此死绝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沾草不出根 春风吹有声 弄别人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 他身边还有没有什么狠人 如果有,不要轻易惹 尤其是无父无母,一无所有的人 一旦他们复仇,那就是狼面 因为他们本就一无所有 所以就可以补给一切代价 而这个图妞妞的扮演者 正是红海行动中的女机枪手 同力的扮演者,少林寺俗家弟子蒋露霞 是小龙的同门师妹少林拳武术冠军 红海行动中的女特种兵 难怪战斗力这么猛 好了,这就是电影《灭门》的故事 也叫别惹土妞妞的故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开更多经典电影